傅明先爸妈当年悄悄谈恋爱的时候,就找关芝林父母打掩护,都是高颜值电影明星,恋情曝光肯定会引发一波关注,后来这两对颜值超高的顶流结婚了,都生了一个女儿,这俩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点,漂亮,但十分不靠谱,父母给了超高的颜值,却总是持量行凶,尤其是关芝林,有人说和他老爹关山一样的渣,本期的布洛西达达就很聊聊,谁毁掉了关芝林的爱情观,谁说靓女嫁帅哥,幸福一定多, 关芝林母亲张宾倩貌若天仙,拥有志容颜,可惜嫁给当红小生却没有享受过一天好日子,都这么漂亮了,丈夫为何还要寻花问柳,不得不说婚姻和颜值毫无关系,关芝林母亲张宾倩在五十年代初相当有名,长相清纯,演技生动,万众瞩目,虽然事业如日中天,但骨子里却很传统,于是在最红的时候嫁给了关山,说起关山这个人十分不简单,他是香港首位拥有影帝头衔的男演员, 两人结合算是郎才女貌,天作之合,婚后没多久,关芝林就出色,张宾倩从此吸引,相扶教子,这段婚姻看似完美,却暗藏bug,关山英俊潇洒,却风流成性,拍戏的时候总和女演员传绯闻,真真假假让张宾倩十分懊恼,一问他他就说这是逢场作戏,那副大男子主义的架势,让张宾倩忍不住和他争吵,关山对妻子说,男人在外风流有什么不对,社会本身就是这个样子, 无心的一句话让年幼的关芝林记在心里,他认为能在外招风影帝风流潇洒的人,都是有本事的人,而母亲张宾倩认为,想留住关山的心,就得给他生个儿子,结果小儿子关世华出现了,但关山并没有回心转意,这在关芝林看来母亲太傻了,确切的说应该是他太活该了,明明知道婚姻无法挽救,为什么又要一个孩子,而且弟弟出生后,母亲就像双打的茄子,整天病痒痒的, 照看弟弟的活就落在了十岁的关芝林身上,他觉得母亲这是在自找麻烦,关芝林十三岁那年,父母终于离婚,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和父亲留在香港,而母亲带着弟弟远走国外生活,这次分离也注定姐弟俩从此有了不一样的生活轨迹和人生观,点关注,咱接着往下聊,关芝林如此花心,绝对是拜父亲关山所赐,十三岁父母离婚,母亲带着弟弟远走国外,而他跟着父亲整天进出风流场所,父亲用实际行动告诉他,男人在外面招风影, 也那是实力和人气的象征,反之也成立,后来关芝林更肆无忌惮地把第三者带回家,关芝林恨父亲没责任心,把好好的家给拆散了,但他更怨恨母亲,为什么那么傻,天生随性的关芝林长大后,跟随着父亲的脚步,也到了娱乐圈发展,凭借天赐的美貌和父亲的人脉,关芝林一出道就搭档周润发张国荣的大腕,前途不可估量,就在他事业上生气,一个叫王国精的富商出现了,关芝林虽然是渣男,但他看同类的眼光很准,一瞅着王 王国精就不傻好东西,于是百般阻拦,但女儿就是不听,迈向了深渊,半年后,关芝林离婚了,临走前,王国精还不忘羞辱他,婚姻失败后,关芝林就成为了像父亲一样的人,专挑有富之富的大佬下手,对于女儿的风流,只有妈妈张冰倩看在眼里,疼在心上,他知道女儿这是缺乏安全感,缺少关爱才会如此叛逆,为此久居国外的张冰倩回到女儿身边,再也不走了,看着女儿经历了两段婚姻,七下五子还背负了一身骂名,张冰倩悔恨重 而关芝林呢,还是一如既往的风流,话说老婆走后,她在屋纸上从没亏欠过女儿,每月都给她上万港币,想买啥买啥,但精神上一点好的都不教,后来关芝林老了,身体一天不如一天,她才反思过去,幡然回悟对女儿的亏欠,2012年关芝林去世,关芝林花了四百万给老爹买了块墓地,风光厚葬,关芝林一生都在恨她老爹,但对父母婚后的那些事,包括父亲的风流,她仿佛早已看开的,关芝林有一个弟弟名叫关世华,虽然 父母关系不好,但他们姐弟俩却十分亲密,关芝林说她死后,无一家产就全部给弟弟了,关芝林出生的时候,父母在闹离婚,所以11岁的关芝林从小就照顾弟弟,可以说她缺失的爱不能让弟弟再经历一次,分家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爸爸,让妈妈带弟弟走,让弟弟在有爱的家庭长大,虽然她是豪门阔胎眼中的毒药,但在弟弟眼里,她是奋不顾身的好姐姐,关芝林没有继承父母的高颜值,为人非常低调,是港圈很有名气的 风水大师,她现在有事没事就陪着姐姐逛街,吃饭,生活简单,没有任何绯闻,一看就是个不缺爱,从小被宠大的人,现在的关芝林摇身一变,变成炫地狂魔,她的每一条微博都有弟弟的陪伴,61岁的关芝林终于填补了童年的空白,想想她的一生,她父母的一生,确实,美貌是把双刃剑哪,你认为呢? 没论去找起来关注拍摄TVB的时候,就真的找不到了